另外日本脑炎耗发期在5月到10月时间 疫苗从3月12号开始开放接种 分三剂施打 家中有满15个月以上的幼儿的家长 要留意接种的时辰 到卫生所或医疗院所接受疫苗施打 日本脑炎的流行季节 多半都在5到10月之间 为了在耗发期之前 能够建立有效的保护力 请家长记得攜带年满15个月以上的幼儿 及健康手册 健保IC卡等 到各区卫生所接种疫苗 3月到5月是日本脑炎的耗发期 那目前疫苗已经全面施打 所以家中有满1岁3个月的小宝贝 请赶快带到诊所或到卫生所来施打 那日本脑炎感染的话 初期可能症状不明显 类似一般的感冒 但是它的后遗症及致死率极高 所以请家中务必要注意幼儿小儿童 1岁3个月以上要尽快施打 日本脑炎疫苗分三剂施打 还请家长留意接种时辰 学龄前总共要施打3剂 第一剂是1岁3个月 2周之后再打第二剂 那2岁3个月还要再补打1剂 那施打完之后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 日本脑炎三天内施打完之后 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是否有发烧的情况 那一般疫苗引起的发烧很少超过38度半 如果有高烧 而且食欲活动力有明显下降的话 还是要再请医生看 另外接种之后要留意小朋友的身体状况 如果出现发烧情形请紧速就医 天海天新闻神旧梁文卢州采访报导